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论冯雪送芙蓉山主人中风雪一个人的争议 冯雪素芙蓉山主人是唐代诗人刘长青的一首五言绝句 整首诗描绘出诗人在深山、雪景、雪夜夜宿时所遇到的情形 日落黄昏,青山显得很遥远 天寒地冻,茫屋更显得清贫冷击 夜晚风雪交加,从柴门口传来狗叫声,是有人冒风雪不归来了 诗人刘长青用极其凝面的笔触,描绘出一幅诗人木叶投诉 山中人风雪夜归为素材的寒山夜宿图 整首诗情景交融,语言平实,却淡中显奇 通过查阅他的有关注解并分析鉴赏文字 并会发现《争议集中在诗伪》《风雪夜归人》的理解上 然而最后末句的《夜归人》三个字的理解 则决定了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感情 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创作背景 这首诗创作于唐代宗大历八年至十一年间的一个秋天 当时诗人刘长青被贬为穆州司马 此诗写的应该是严冬,大概是遭贬之后的事情 那整个背景就是上半首诗 诗人写出自己当时被害的走投无路 希望获得一方净土 那下半首诗似乎说在绝望之中遇到希望 也饱含无限的感激之情 那末句夜归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 比如学者金志仁认为 夜归人主要指的是主人或者是主人的家人 他的立场是在夜归人呼应题目 《风雪宿佛龙山主人》中主人二字 且诗句《风雪夜归人》则应意为 主人为谋求生活在外劳碌奔波 夜里才回家 进而表达作者对贫寒人家的同情 那么如果夜归人指主人的家人呢 则理解为主人提及家人外出大雪未归 世人也跟着忧心 所以听到犬费 想到家人归来而放心下来 故有一种释怀欢喜 那么另外一种看法为代表的是 严永利他认为夜归人应该指的是旅人 即诗人自己 他主要的立场就是 呃这个旅人在 在雪夜深山之中终于找到可以投诉的地方 这样并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 感到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一种宾珠如微的感觉 也表达出作者对福龙山主人的感激之情 更有一些理解认为 夜归人中归人应是一个偏正短语 那么因分开理解 归是动作 意为归来 人意为人家 那由此可见 夜归人一词的翻译 决定了整首诗的中心思想和感情基调 结合创作背景 作者的所见所感而进行合理分析显得优为重要 那么我们解决争议的方法呢 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结合诗句 二结合创作背景 三分析逻辑合理性 这样的话我们会得出奇异出现的原因 并比较夜归人的不同解释 对于诗歌中心思想的影响 基于整首诗 日暮苍山远 天色渐满 雪中山栏苍茫 若隐若现 仿佛很远 在写景中寄托了诗人的思考与抉择 我究竟是继续醒路 还是找人家投诉呢 引出素子 天寒白乌贫 景中有情 冬天天寒地冻 呼应出作者 此时心境也非常的凄凉 白乌贫 他看到人家非常稀少 贫在这里 译为人家少 也呼应出 也显示出此时的情境 此时的困境 非常难找投诉人家 柴门文犬费 这文字证明诗人是在柴门外面的文 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结合上句 天寒白乌贫 诗人在远处看到有很少的几家几间人家 那么他走进 走到柴门 走在白乌门口了 听到了柴门文犬费 所以这证明诗人是在柴门外面听到的 风雪夜归人 风雪夜呢 营造困境氛围 归人及诗人 因为受到主人的热情接纳 而信中迸发出的柴家之感 所以此时用了归人而字 而不是旅人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公道的参考文献